一切都是延期無悟 幸空的 沒有那個英文的兄弟 沒有那個英文不變的 所以不能違反空性 所以你如果說我得到這裡是快樂 我拿到這裡是快樂 你又不明白了 讓你做歌 讓你做主旗 讓你做好好的人 你去做錢這些都沒有意思了 因為你覺得你拿到的會能怎麼樣嗎 那這樣你內心更痛苦 那你內心更痛苦 那你就煩惱多 煩惱多你怎麼有佛法呢 而且你也幫不了別人 所以如果懷有違反諸法真相的期望 當事與願為實 尋常的現象也會變成困境 所以各位要了解一切 接受一切 但是千萬不要去追求那些會變化的假的 所以永恆的愛情 永恆的地位 永恆的平靜 沒有啦 這世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你唯有內心裡面順其自然 允許它發生 接受它的變化 不要跟它抗拒 反正有辛苦就會打拼啊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過去都做一個狗 打拼要說 打拼快快參會了 打拼快快輸以無償 打拼快點 阿彌陀佛 黨員 眾生都不要打拼了 這個打拼變成你的作員 這個困境變成讓你去了解自己 俗話自己 所以各位呢 不要去有幻想 所以第四 在幻覺所在的地方 認知幻覺就可以發現真理 這句話很困難喔 當你有一個不正確的生活 叫做無名啊 貪心癡啊 你以為那是快樂 那是痛苦啊 這是核心 那是貴 你很愛拜佛 很怕貴 佛的本體也是空性 貴的本體也是空性 但是你喜歡看佛 而不喜歡看鬼 那親民節我怎麼會 我們親家怎麼問到我們老爺 我們老爺辛苦很痛苦 要欠人錢 我們老爺是怎樣 你不是說他去教世界 那不是你老爺耶 帝總經有說到 這個掃墓節啊 這重要的日子 你的雷夾的北部做生 完成這個主 他也要來跟你討論 他知道你要做公益 他如果沒發作你老爺 來跟你說你的夢做公益 所以你不用煩惱 你的老爺已經沒有問題了 但是你要回用 回用你這個 夢中的老爺啊 這個 跟你猶豫的祭祝啊 所以帝總經說 跟我們念三遍帝總經 念七遍帝總經 回用這樣就好了 你不要怕 也不是說 那我爸爸下地獄 爸爸下地獄 多少眾生在地獄 你都沒在乎 你只要知道有地獄 我們就每天努力就對了 然後 他化作這些幻化的東西 來切衣 那你就對他慈悲 這樣就好了 所以各位呢 發生什麼事情 你給他看清楚 所以 讓我們小時候 過火車道 老師都會叫我們停停看 你們說我給衝去 我給弄到回家 就是說 不管什麼樣的現象 感受來了 冷靜冷靜 判斷 這樣 所以有時候 有人要幫你抬 你要想說 聽一下 我如果那個業婦要向台 你也不好 我如果沒有那個業婦要向台 那我不用怕 這叫做冷靜 所以你真的很主宰 但是你如果沒有這個很主宰 這種的地府的觀角 還要擁心習慣 所以各位你要經常要閃收 不可能我們每天百萬聖都這麼多人 你見面來六聖日 這今天是你的修行日 你今天要進入阿羅漢的生活 進入菩薩的心 你就好好地去思維佛法 看佛經也好 拜訓也好 各種方法 讓你進入修行的心態 然後你就會看清楚真相 你老你就不會那麼煩惱 不然你一世人 為了那件事在煩惱 為了年輕人去幫忙忙 所以我經常都聽到這個 師父這樣講講講開始考 我說什麼事 我想也知道他們安婦外遇 多久了二十年 二十年了 你還放在心上 他對不起我 他出軌 他現在又沒出軌 這就是因為他出軌 他現在才會對你好笨 但是他這個出軌是你的問題 你價錢也一樣 你也沒消業障 但是你不要覺得 這個東西是怎麼痛苦 因為你已經懂佛法了 你懂佛法了 你的希望是在極樂世界 是在來世 是在當下 你不要一直排斥這個東西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分析自己 到底現在是什麼念頭 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佛法 究竟幫助眾生 離苦得樂 所以生命電視台有責任 將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 傳播在這個世間 希望各位多關心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正號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各位朋友 大家平安 我是副總統丹建仁 武漢危險疫情發生以來 政府無分中央和地方 都為到疫情的控制在打招 我們要感謝全國所有的疫苗人員 為台灣堅守防守 全力做好工作 讓大家可以安心 我們也要感謝接受 決議和減業的民眾 為到疫情的管理和控制 配合政府的規定 犧牲在時間的行動自由 為台灣的疫情 提供最關鍵的幫助 無關是公益 疫苗人員 或是一般民眾 都是合作台灣對抗 武漢危險的影響 我們大家要 好想勉勒 好想加油 團結一心 為守護台灣 來作為打招 應該是獅子吧 因為他們看著你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著美食一樣 但是接下來的故事 或許就會改變 你對獅子的看法 這個故事發生在非洲的肯亞 在肯亞有大片的草原 很多野生動物就生活在那裡 傑森是一名動物保育人士 他和女兒艾琳在肯亞生活 已經有好幾年了 很多動物都和他們成為了好朋友 爸爸 我們今天去找小斑好不好 小斑 他是誰啊 他就是你上次救回來的那匹斑馬 我給他取名叫做小斑 是這樣啊 這麼說 你跟那匹斑馬已經成為好朋友了 對啊 我有答應他了 等他回家後 我一定會去看他 是嗎 那好吧 你看前面有一群斑馬 我們過去看看你的好朋友在不在那裡 小斑 小斑 我來看你了 傑森常常會在大草原上 遇到瘦生的動物 並且將他們帶回到動保協會一致 而艾琳也會跟著父親學習 怎麼照顧他們 菲兒 這隻小狮子的傷勢如何 它這個是槍傷 不過還好 沒有傷及要害 嗯 那些倒獵的人真可惡 連這麼小的獅子都不放過 如果不是我及時趕到 那些人一定會把他抓走的 小狮子 你不要怕 讓菲兒醫生幫你治療一下 這樣 你才會快快的好起來 那些壞人真是過分 不過你放心 在這裡沒有人能傷害你 我會保護你的 艾琳和小狮子很快便成為了朋友 他們經常在一起玩耍稀鬧 來小狮子 我的飯等你吃 他們的感情可真好 或許有艾琳的陪伴 小狮子的傷才能這麼快就康復 既然小狮子的傷已經好了 我們也該把他送回草原去了 嗯嗯 是該把他送回去了 雖然艾琳心裡很不捨 但他還是隨著父親 一起將小狮子送回了大草原 小狮子 我們要送你回家了 以後 你可別再隨便離開爸爸媽媽的身邊 否則 壞人又會趁機對你下手的 對 就是這群獅子 我曾經觀察過他們 小狮子和這群獅子是一起的 小狮子 你看 那是你的家人嗎 看來小狮子真的是和他們一起的 那 就趕快讓他回家吧 小狮子 快回去吧 你的爸爸媽媽應該很想念你 這一天 艾琳獨自一人在戶外玩耍時 突然遭到綁匪劫持 嗨 你看 那個小妹妹自己一個人 嘿嘿 這真是個好機會 嗯 她好像是動保人士的孩子 我們綁架她的話 動物保護協會的人一定會拿出一大筆錢的 你們要做什麼 放開我 救命啊 你女兒現在在我手裡 你趕快去準備二十萬美金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交錢的地方 還有千萬別報警 否則我們就對你女兒不客氣了 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先到草原深處 那裡應該沒有人會找得到我們 得知女兒被綁架的傑森非常著急 菲兒 艾琳 艾琳她被綁架了 什麼 傑森 你別緊張 我們先報警 對 對 要先報警 喂 警察局嗎 我是動物保護協會的傑森 我的女兒艾琳被綁架了 綁匪開車載著艾琳 來到了草原深處後便停車休息 我們躲在這裡 誰也找不到我們 小妹妹 不要怕 等我們拿到了錢 我們就會放你走的 讓你先喘口氣吧 但別想趁機喊救命 哼 在這裡 除了動物 是沒有人會聽到你的叫聲的 哼哼 求求你們放了我吧 哼哼 放心 只要你爸爸把錢給我們 我們自然就會放了你 哼哼 我們先休息一下吧 順便打電話問他們 錢準備好了沒有 啊 是獅子 怎麼會有獅子出現呢 真是的 我們快跑 別丟下我 求求你們別丟下我 喂 那個小妹妹還在外面啊 管不了那麼多了 要不然被吃掉的 就不止是那個小妹妹了 那幾隻獅子距離艾玲越來越近 可是艾玲的手腳都被綁住了 根本沒有辦法逃跑 只能眼睁睁地看著它們靠近 爸爸爸爸快來救我 然而讓艾玲感到驚訝的是 這三隻獅子來到她身邊後 並沒有攻擊她 反而是待在她的身邊保護著她 咦 這些獅子沒有要吃我啊 這時候 在附近的野狗想來攻擊艾玲 保護艾玲的獅子也發現了野狗 其中一頭獅子怒視著野狗 威脅她不要靠近 這 這是怎麼一回事 獅子們好像是在保護我 啊 小獅子 難道是你嗎 小獅子 沒想到 在我最危險的時候 會遇見你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救了我 原來 這是艾玲和父親 前一陣子救助的那隻小獅子 小獅子和她的家人 一直等到遠景到達後 才離開 是艾玲 我發現艾玲了 天啊 她竟然和獅子在一起 是警車 警察來了 太好了 我得救了 艾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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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那幾隻獅子 怎麼會在你的身邊 牠們是來保護我的 艾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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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玲